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遇见好几个我们本地的粉丝都在问我什么时候再推荐好看的衣服 穿新衣服把自己打扮漂亮了,是我们女生的天性 那今天分享给大家的都是一些基础单品,都是简单款 简单款好搭配,在秋冬穿搭的时候是一定需要的 有鹅绒的马甲,薄的鹅绒外套,羊毛衫,牛仔裤 和给最冷的时候穿的鹅绒的棉裤和几件保暖的配饰 包括leg warmer,围巾和帽子 价格都不贵,性价比都很高 其中格利亚的产品我有折扣码给大家 感谢格利亚赞助今天的视频 简单介绍一下,格利亚的英文是Jolia 1995年成立的公司,现在中国大陆有超过1000家实体零售店 那夏天我有做过一期夏季衣橱的必备衬衫 我身边的好几个朋友都买了这件 就是这件羊毛的小香风的毛衣 这件毛衣的做工非常的好,含毛量也很高 不管是穿上还是挂在那都像自了香那样的这种感觉 性价比非常高,一年四季都能穿 那夏天回国的时候我也去逛过和试穿过格利亚的一些衣服 整体的感觉是格利亚非常擅长面料和剪裁 里面穿的套婆或者是毛衣质地都很舒服柔软 外套形状好看,细节部分,颜色扣件,拉链收口等等 都感觉好像是由老裁缝精挑细选量身定做出来的 那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几件产品 虽然原材料有鹅绒羊毛等等成本比较高 但每一件单品价格都不贵,都是我非常推荐的 我会留链接和折扣码在说明框里 那我现在开始试穿和介绍给大家 那第一个呢是这个米色的羽绒马甲 90%的鹅绒,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舒服 宽松版双排扣 这个羽绒马甲的颜色在冬天视觉上看特别的舒服 这种双排扣的宽松版的马甲上身特别有松弛感 它的前面比后面短了4.5厘米 搭配方面我里面穿同色系的棉毛衣就是这件 或者呢搭配黑色棕色都很好看 浅色在冬季的穿搭里高雅舒适 非常的简单,松弛和时髦 这个马甲呢它是一种简单的小利领 然后它的侧面呢有两个兜 这个兜呢有拉链 兜里面这个材料特别的绵软 手塞进去之后特别的软,特别的舒服 然后因为它的质地是额绒的 它特别特别的轻 穿上之后很柔软,很舒服 一点都没有冬天的那种沉重感 再加上它的颜色比较浅 穿上之后有那种delightful,心情很愉悦的感觉 它里面这里也有个比较大的给里面的这个兜 这个都比较大可以用来装手机 然后它上面也写了含有90%的白鹅绒 就说它的原材料它的选择都是premium级别的 但是它价格比起来市面上同类产品 价格确实是非常划算 那因为它是浅色 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它的清洗 这个羽绒马甲是可以积洗的 清洗的时候先用中等温度 也就是水摸着温度是温水 跟皮肤差不多的温度 或者是稍微凉一点 把羽绒服泡在水里 加点洗衣液在领口和前筋这一部分 这两个部分呢平时比较容易脏 用软毛的刷子稍微刷一下 表面干净就可以了 它的里料和外壳的面料是锯脂纤维 这种材料不管是平时粘的成土 或者是领口粘的一些化妆品 特别容易清洗 表面刷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套上洗衣袋 跟浅色的衣服一起丢进洗衣机里面轻柔挡 洗完甩干之后 在洗衣架上面晾干 完全晾干之后拍打拍打 让羽绒蓬松起来就好了 你就想象羽绒就好像是我们的毛发 洗干净了蓬松了就好了 这种简单好搭配的羽绒马甲 每个冬天也就洗一到两次 能穿很多年 那这个羽绒马甲在挑选的时候 根据自己的身高腰围等等来选择 我的身高是1米72腰围 那今天早上是65厘米 穿的是M号 穿起来比较宽松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刚才有说过米色的羽绒马甲 搭配同色系的羊毛衫 那我身上穿的这件羊毛衫 就是完美的同色系搭配 百分之百的绵羊毛 一般来说我们在芝加哥 冬天都是穿羊绒的 因为羊绒比较细致 羊毛会比较渣 但是格丽亚这件绵羊毛的毛衣 非常的软 一点都不渣 可以贴身穿 我现在就是贴身穿 那冬天穿羊毛的毛衣 外观方面最怕的是穿的鼓鼓囊囊 比如说里面套着打底衫 毛衣的袖口和肚子这一片 就会显得特别的臃肿 柔软舒服能贴身穿 搭配方面就会显得特别的舒适和放松 百分之百绵羊毛的毛衣 是羊毛毛衣的价格 羊绒毛衣的品质 它的质地是中等厚度 然后它的领口是这种半高的小圆领 这种领口好搭配 能搭配风衣西装 也能套在羽绒服里面 颜色中性好搭配也很好看 算是冬季的百搭款 用我的折口码算下来价格非常好 那这件呢我穿的也是M号 比较宽松 接下来这件羽绒马甲和毛衣的袖子 二合一的外套 那这件外套呢 它的前后心是薄的这种羽绒马甲 也是鹅绒的 它的袖子是羊毛的 羽绒的部分呢 是比较薄的这种鹅绒的填充 它是短板的设计 它的袖子呢是螺纹针织 螺纹针织的好处就是 你贴身穿的时候 袖子部分是自动收紧的 显得胳膊很细长 比例上看 短的上衣能够显腿长 那这件小外套单独穿 室外大概是5到10摄氏度都可以 特别冷的天气出门的时候 我在外面套一个大的羽绒服 保暖会非常好 那前一段时间 芝加哥比较暖红 我去城里逛街 简单的出门 穿的都是这件 黑色外套是百搭单品 扛脏也显瘦 温度适宜的日子里 这件外套出门 想都不想穿上就走了 如果你在南加州或者是南方 比如佛罗里达 这件二合一的外套 秋冬大部分时间出门都能穿 配牛仔裤 运动裤 慢跑裤 这万能的百大款 接下来的这款是格里亚的 鹅绒填充的棉裤 说它是棉裤呢 它不是那种鼓鼓囊囊的那种棉裤 它裤子中间加了薄薄的一层鹅绒 穿上特别的暖和 然后它脚下面这里呢 有一个绷带 所以走路的时候 面料不会有皱褶 腿看着很直 很好看 那这件我特地挑选了 给我们冬季腿特别怕冷的朋友们 或者出门走路时间长 或者是给长辈比如冬季怕冷 关节会疼 那这个裤子它的保暖非常好 那还有一点呢 它是超高腰的设计 这个裤子面料的垂顺感也特别的好 尤其是在冬天穿 它脚下面有绷带 面料的垂顺感好 保暖也非常好 这种裤子在冬天特别冷的时候穿 不管是从外观 版型 面料 以及它的保暖程度 也就是它功能型的用途来讲 这个裤子是非常值得投资的 那这里需要注意号码 我的参数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我1米72高 我的腰围是65 我应该是穿M的 但是呢 我穿M号有一点点短 如果你的身高在1米68以下 那长度方面 不管是SM都没有问题 那我自己而言呢 我应该是介于M和L之间 但是我知道 如果我选了L就会有一点宽大 因为脚底踩了这个绷带 也可以拉长一些 再还有就是穿护脚踝的靴子 就没有问题 那说这些呢 就是给高个子的朋友做一个提醒 如果你高于1米70 平时在美国穿的号码 也是M号或者大号 那你需要选L号的 所以在挑选自己号码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估算 那保暖方面 这个裤子的保暖非常的赞 裤子的保暖里面 如果说滑雪穿的雪裤是天花板 那这个裤子就是紧贴着天花板的保暖了 而且它非常的轻薄 形状也好看 黑色是百搭 腿怕冷的朋友们 值得投资 值得拥有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Express的牛仔裤 秋冬的牛仔裤 一般来讲都需要厚一点 弹性大一点 那我这两年好看的版型 基本上都来自Express 具体的挑选方面 我一般都是选这种高腰的 或者是超高腰的 Express的牛仔裤呢 都加了安伦 弹性很好 我一般是深色 浅色 紧腿裤和宽腿裤 各一条 出差和街拍经常穿的 黑色小喇叭的牛仔裤 也是来自Express 那Express的号码 我是穿2号的 其他品牌的裤子呢 我一般是穿S号 或者是6号 给大家作为参考 我的腰围 一般来讲 我的腰围是65到68厘米左右 上下 Express的牛仔裤 它的弹性非常好 它的厚度也够 那这里有朋友会说 哎呀 颈腿裤是不是过时了 我看到社交媒体上 有人这么说 那我的建议是 按照你自己的style 和你穿搭的需要 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款式 Fashion phase style is forever 你要build up自己的style customize自己的衣橱 所有你自己的衣服和配饰 都是围绕着你自己去选择的 跟过不过时 别人怎么想 没有关系 接下来下一个leg warmer 冬季我的必需品 我穿运动鞋和短靴比较多 鞋子和紧腿的裤子之间 大部分时间 我都会套一个leg warmer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leg warmer 我是把它double了 然后如果把它整个拉开 它其实有这么长 套上leg warmer之后 裤子薄一点 都不会觉得特别冷 leg warmer对于老人 和小孩子的保暖 也非常有帮助 那leg warmer呢 不一定要有羊毛 特别怕冷穿羊毛的 一般的情况下 只要挡风 中等冷度的冬天 像这种一般的 都足足够了 接下来下一个披肩 那这条披肩 我以前有推荐过 它的质地特别的柔软 它的毛毛也特别的柔软 整体的感觉就是很高档 一般跟朋友聚会 会吃饭 我会披这个披肩 它的形状和厚度 都适合冬天的室内 算是不同场合的保暖 因为冬天我们party聚会很多 有时候穿的裙子比较薄 有一条厚一点的披肩 非常的给力 送礼物也非常好 尤其是送给长辈 非常优雅的经典款 也不过时 那接下来还有一条围巾 围巾我用的最多的是 这种非常简单的 黑色的围巾 我冬天深色的衣服很多 一般的都是这种 简单的 没有碎的这种围巾 没有碎的围巾 搭配起来可甜可咸 基本上是百搭款 越是简单的款 越好搭配 这种围巾呢 也不一定要羊毛的 因为羊毛的 对于脖子这里的敏感皮肤 可能会有一点渣 羊绒的围巾特别的热 走一会儿路 脑门就会出汗 这个围巾它是中度薄暖 也可以做披肩用 它摸起来和看起来 都像是羊绒的 但没有羊绒那么热 也非常好清洗和好打理 那接下来下一个呢 是帽子 我戴的最多的是 这种羊毛的和羊绒的帽子 羊毛的这个呢 它比较厚实 它有李子 那羊绒的这个呢 它比较薄 那这两个都是基本款 戴上都很好看 它来的时候还有这种盒子 盒子很高档 送礼物也非常赞 那这种帽子呢 它的弹性很大 这是羊毛的 羊绒的这个也是 你看它的弹性很大 头位大小都能戴 而且它的保暖特别好 脑门的保暖非常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选帽子 我选了羊毛的和羊绒的 但是围巾呢 我选了非羊毛的 因为脑门这里如果冷着了 特别容易伤风感冒 冬季的伤风感冒 很容易引起咳嗽 发炎等等 有时候会对呼吸道 肢体管造成损伤 尤其是老人 也会引发头疼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最好的办法是保护好自己 减少感冒发烧的次数 做好保暖 好了 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能过一个 非常暖和舒服的冬天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 对你有用 记得点赞订阅 我们很快下次见 拜拜